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有一位來自共和黨的眾議員 在接受霍氏新聞訪問的時候 就爆出了猛料 這位眾議員的名字叫做Mark Green 他曾經擔任軍醫和急症科的醫生 他的選區來自田納西州 同時兼任國土安全監督委員會成員 到底他在接受霍氏新聞直播訪問的時候 爆出了什麼猛料呢? 他說在前日的一場電話會議當中獲釋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曾經跟法國總統馬克龍通電話 當時馬克龍主動要求中國 要向法國提供10億隻口罩 而習近平表明願意提供 但是有一個交換條件 條件就是要求法國容許華為參與當地5G網絡建設 若然Mark Green的指控是屬實的話 當然是非常嚴重 擺明是成人之危 在目前全球都處於非常時期 竟然以海量醫療物資作為利誘 換取在當地進行電訊建設 Mark Green形容中國的本質就是這樣 他說全世界都應該是時候要覺醒 並且意識到真相 他又在Twitter上發表貼文 呼籲美國要提高戰略儲備 減少在藥物和醫療設備上 依賴中國 首先我們去分析一下 到底Mark Green的指控是否屬實 我們可以把指控分成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 就是法國總統馬克龍主動要求中國提供10億隻口罩 第二個部分就是在中國供應這些口罩的同時 提出了一個交換條件 我認為第一個部分都很可肯定屬實 為什麼呢? 因為早前已經有不同的媒體都報導過 說法國的衛生部長 是向中國訂購了10億隻口罩 而且在這個報導出現的時候已經是三月尾的事 所以我也很有印象 至於第二個部分 就是說到底中國有沒有提出這個交換條件 供應給他 我就不知道是送給他還是賣給他 如果這個指控是說 中國送10億隻口罩給你來換華為落地的話 那可信性就會高一點 不過我們看看原文 他也沒有說到底是賣還是送的 只是說供應而已 若然中國純粹是買東西而不是送贈的話 又可以換取華為在當地進行建設 豈不是雙豐收? 我想也沒有那麼大隻甲拿隨街跳吧 故此我判斷第二個部分其實是傳疑 因為目前來說沒有足夠的證據 去證明得到這個指控是完全屬實 不過Mark Green所提出的推論和有些觀點 仍然具有相當的參考價值 尤其是他呼籲 美國不要再過度依賴中國提供醫療和藥物 這件事就很重要了 實情在三月底的時候 很多外媒都已經指出了 在高度的全球化下 美國和歐洲的部分國家 當他面對著全球大流行的情況 就是會相當虧張 為什麼呢?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 全球化導致了生產的專門化 那什麼叫做生產專門化呢? 比如說有些國家 他就會將自己 本來的輕工業 或者是一些低增值的工業 高污染的工業 他就排他在自身的國土以外 搬去哪裡? 當然就是世界工廠 中國 或者近來就開始遷移到一些東南亞的國家 比如說越南 柬埔寨等等 因為中國的勞工成本開始上漲了 好了 在這樣的情況下 就出現了生產的專門化 即是說某些國家專門生產一些商品 另外一些國家就專門生產另一些商品 好了 這樣分門別類下 如果是相安無事 一直都沒有全球大流行情況出現 其實對於每一個國家來說 都是有益處的 因為通過這個生產專門化 每一個國家都能夠賺取到最大的利潤 只要通過貿易 就能夠買得到你想要的商品 使得各國之間更加傾向互相依存 而且不僅是商品的生產專門化 而是商品的零部件 同樣都有生產專門化的出現 所以問題就來了 在全球化的情況下 其實沒有什麼國家 是有一個完整的生產線 比如說生產汽車 很多零部件都要由不同的國家輸入 接著就在一個地方裝陷 可能它的國家本身都要生產部分零部件 但不會全部都在當地生產 在這樣的情況下 只要有些國家為它的供應出現問題 而又沒有替代品的時候 供應鏈就要出現斷裂 所以大家之前都會聽到消息 當中國停工停產的時候 遠在歐洲的汽車工廠都受到波及 都要被迫停工 就是因為中國供應的零部件停頓了 好了 這個情況換到醫療物資的時候又怎樣呢 就牽涉到第二個因素了 就是目前在全球化的情況下 那些企業的庫存是逐漸減少的 當以前全球化的程度沒有那麼高的時候 實情每一間企業都會有大量的倉存 為什麼呢 就是應付一旦出現了什麼問題 什麼狀況 比如說供應鏈斷裂 起碼就能確保得到 我這家企業 在未來的三個月至六個月期間 都可以有這個倉存可以拿出去買 不用吃白果 但是在這個高度全球化以後 貨運業、航運業 就已經蓬勃地發展起來了 根本上也不需要搞那麼多倉存 對不對 那些貨是隨傳隨到的 你一買一落單就有了 在這樣的情形下 就逐漸減少了庫存 去到這個全球大流行的時刻 就真的見真章了 當你減少庫存的時候 當然是各行各業都這樣做 包括醫療設備的行業和藥物業 在目前這個時刻 醫療設備和藥物 其實都可以界定為戰略商品 到底哪些國家會擁有比較的優勢呢 就是那些擁有完整的生產線 和囤積了大量相關物資的國家 這個就是中國 因為中國可以靠著自身 來生產大批的口罩 N95 或者呼吸機等等 而不需要通過進口的零部件 他自身都可以搞得到 這時候 就變成他可以來推廣所謂的醫療外交 和口罩外交 他不單止給物資 他還可以給人 很多所謂的醫療專家的團隊 就已經到了歐洲多個國家 進行支援的工作 比如說英國 意大利 和塞爾維亞 都有接受到這些人員 實情這條橋 都不是新的 在幾十年前 老毛主政的年代 當時要支援亞非拉國家 派遣了大量的中國人 工程師 甚至乎工人 去到非洲去建鐵路 讚比亞鐵路就是這樣建 現在只不過是有照版煮碗 但是現在他有一個比較優勢 就是因為他有完整的生產線 而你沒有 或者你有也好 你的產能是很低的 所以局主也要硬著頭皮 向他求援 這就是現今全球化下的悲劇 所以全球化真的有辣有不辣 至於Mark Green這個呼籲 其實是對的 叫美國提高戰略的儲備 減少依賴中國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特朗普總統 他對於3M的產能 是非常著緊的 三番四次催促他 為了多些生產相關的醫療物資 而且還停了對外的出口 當然3M公司已經答應了 但是這樣就給了一個虛位 中國乘虛而入 因為當你本國的產能 還未足以應付本國的需求的時候 你還怎樣去幫助其他國家 所以他禁止這些物資出口 其實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中國正正是囤積了大量這些物資 而且他的生產線 正如華春瑩大媽所說 就可以日以繼地進行生產 所以歐洲就變成了 中美外交的主戰場 正正是美國有這個虛位給了出來 所以中國就可以在某些歐洲國家 推行他們的醫療外交和口罩外交 意大利作為第一個試點 接著就是塞爾維亞 塞爾維亞總統我們說過 甚至乎親民五星旗 救了骨臂兼肉麻 中國的目的也是很明顯 除了要加深和邦交國的友誼 在經濟上和政治上有所企圖以外 中國還想成為全球抗疫的領導者 一旦他們成功成為領導者 全球的秩序便會洗牌 所以特朗普這麼嚴謹 和3M 罵戰 為何要這麼嚴謹 督促3M 加進生產 不是空月來風的 希望他大步濫過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